走進世界能見度 慧眼帶您看世界 大家好 歡迎您來到世界能見度 我是美玲 中國20大已讓各界對習近平全清黨國的程度大為改觀 同樣 令人因好數空的是新冠病毒再次捲土重來之時 北京難掩民怨沸騰 瞞天昧地疲於奔命 歐戰爭觸發的地緣政治形勢令全球格局大變 一股風雲變色的力量 正聚集成為北京出現政變的隱患 那習近平將如何應對呢?中共政壇又將如何走向呢? 我們來一起聽聽看中國的特約評論員天津政經的獨家分析報導 2022年10月22日 中共二十大正式閉幕 並公布了新一屆中央委員 候補中央委員以及中紀委委員名單 習近平 王滬寧與趙樂際經連任 而尚未到七上八下年齡的李克強與汪洋 不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成為習近平 最二十大為外界製造的第一波驚奇 最終習近平與李強 趙樂際 王滬寧 蔡奇 丁薛祥 李希 全部出現在中外媒體面前時 海內外士兵人士有點坐不住了 習近平顛覆了文革之後 所有中共官場慣例和潛規則 安排了一個絕對服從自己意志的黨國內閣 二十大政治局常委會 與2012年初次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相比 習近平早已不是無下阿盟 權勢又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對於王岐山以中共國家副主席身份 在黨內的第八常委特殊地位 全都是習近平為其量身定制的 中共二十大以後 黨媒新華社發文披露了 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產生的內幕 從2022年4月開始 習近平總書記在日理萬機的情況下 專門安排時間 分別與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書記處書記 國家副主席 中央軍委委員談話 充分聽取意見 前後談了30人 除了公開習近平早已在黨內丟於一尊的地位之外 也間接證實了王岐山黨內特殊的實際政治地位 由此可見 中共二十大之前 有關王岐山叛逃 習近平與王岐山內鬥 李克強對抗習近平 北部戰區兵變等等諸多傳聞 放風消息都是假消息 其實習近平在二十大召開前 已經提前向外界宣示 成功完成高層人事佈局 2022年9月中旬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元首理事會 就是非常明顯的信號 那次出訪對習近平來說 也是意義重大 這是他自新冠疫情爆發600多天以來的首次外訪 江澤民從病情加重到死亡期間 習近平也絲毫不減對出訪的熱情 包括出席印尼巴黎島舉行的G20領導人峰會 泰國曼谷亞太結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等 習近平種種舉動 充分顯示了對黨國的政局形勢 兇有成竹的心態 近30年的上海幫已走入歷史 20大一統黨國 不過 習近平以中共新百年第一任最高領導人身份 開啟了第三個任期 全市登峰造集後 會一帆風順嗎? 就在中共持續大張旗鼓宣傳二十大的大好形勢之際 迎來了 自1989年六四世界以來的 最大規模反政府集會示威運動 白紙運動 2022年11月26日 南京傳媒學院學生率先集會 高舉A4空白紙張 在言論自由遭到壓制環境下 以行動反對北京當局長期實施的清零政策 11月26日至11月27日 感同身受的上海民眾 在烏魯木齊中路的會選居和議員門外集會 悼念烏魯木齊火災死難者 同樣是手持白紙 抗議言論自由遭到封鎖 要求結束清零政策 新疆解封 共產黨下臺 習近平下臺 以及不要核酸 要自由等口號 響徹天際 11月27日 北京朝陽區民眾 在外國使館區亮馬橋一帶高級白紙 悼念烏魯木齊火災罹難者 白紙運動很快擴散至廣州 長春 重慶 成都 杭州 西安 武漢 鄭州等多個城市市民 以及清華大學 北京大學 中山大學等至少207所高等院校 眾多學生 先後組織集會 響應抗議北京當局的精靈政策 面對1989年的六四事件以來 中國最大規模的反北京當局集會示威活動 中共只能是加強警力應對 試圖折中回應民眾的訴求 並低調調防疫措施 2022年12月7日 北京當局正式官宣 放棄清零政策 三年的嚴格清零政策掏空了中共財政與醫保 無論是北京當局還是地方政府 都已經沒有足夠的資金來填補巨大虧空 再次上演割韭菜的戲碼 大幅削減個人醫保福利津貼 將許多常用藥品提出全民醫保報銷名單 醫保是攸關百姓性命的問題 中共如此地地皮無賴做法 怎能不引起民憤 2月8日 辛亥革命起源地 武漢爆發了上萬名退休的銀髮族 聚集市政府 聚集醫保維權活動 反對中共無理非法的醫保改革方案 2月15日 武漢民眾在武昌中山公園舉行集會抗議活動 中共武漢當局出動了大逼警察進行鎮壓 連中共黨魁毛澤東都明白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 民眾的憤怒 豈可如此輕易燕消雲散 廣東深圳 遼寧大連也爆發銀髮族大規模的抗議活動 媒體稱之為白髮革命 2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召開有關新冠疫情防控會議 並宣稱取得疫情防控 重大決定性勝利 創造了人類文明史上 人口大國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蹟 在2020年9月8日抗議勝利表彰大會 中共除了吹牛級別沒變外 打中臉充胖子動作欠少了很多 關鍵原因是 沒錢了 近三年疫情重創以後 中國經濟已是滿目創痍 前景如何?一帶一路基本已經爛尾 無需贅述 中國經濟兩大支柱 房地產與進出口貿易均成斷崖式下跌 而另一方面 病毒的肆虐從未真正停止 從世界衛生組織官網1月30日公告來看 新冠疫情依舊保持全球最高的警戒級別 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也明確表示 今年的1月中旬WHO收到全球醫院報告 染疫死亡人數只逼4萬人 其中超過半數來自於中國 而且中國的實際死亡病例絕對要高出北京當局公布的數據很多 直接點名中共治下的中國防疫隱患非常之大 另外 自1月8日中共正式開放邊境以來 全球各國並未出現疫情急劇升溫的跡象 相反 日本 韓國和泰國等中國人旅遊熱門的國家 相繼宣布放寬防疫措施 逐漸恢復了正常生活 難道病毒有種族歧視 區別對待外國和中國大陸嗎? 如今 在全球抗共潮已經成功時的情況下 COVID-19病毒引發的新一波疫情仍然會持續重擊 且動搖北京當局的統治 只要病毒不消失 對習近平來說 始終是一個變化莫測 不可控的政變對手 看到這裡 想必大家都已經看明白了 習近平為首的北京當局最主要的政變對手 就是中共病毒COVID-19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分析報導 我們下期再見